中文字幕——YK 这几期呢我给大家做了很多清断食的视频 以及早餐怎么吃的视频 其中包括呢那清断食以后的第一顿呢 也可以算是你的早餐 不管你是12点吃还是1点吃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网友给我写信 他们告诉我他吃什么 还有就是我辅导了一期的 我们已经做了一期的清断食的这个辅导 五天的辅导 那我发现朋友们普遍呢 早上吃饭 或者说每天第一餐的吃饭 有一个问题 就是碳水化合物过多 但是蛋白质和油脂都被大家忽略了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做饭的视频 给大家展示一些新的做饭方法 能够帮助你找一些方子呢 来提高你的蛋白质的社区 因为我发现呢 很多朋友早上的蛋白质主要就是一个鸡蛋 或者是一杯奶 我先喝一口我的 这是我的protein shake 也就是用蛋白粉做的蛋白奶吸 其实我用的不是奶 我用的是杏仁奶 还有草莓 比如如果你吃三餐的话 你需要吃三分之一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 一公斤体重吃一克蛋白质的话 比如50公斤吃50克 60公斤吃60克 那么早上就要吃将近20克的蛋白质 其实这个不容易 一个鸡蛋是足足不够的 两个鸡蛋都不够 那我们就从鸡蛋开始说起吧 超市里的鸡蛋选择很多 但我鼓励大家呢 还是买有机的鸡蛋 如果可以的话 看这种鸡蛋是我买的 那么这个鸡蛋里头呢 有非常高的蛋白质 也有非常高的健康油脂 所以千万不要把蛋黄扔掉 蛋黄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好了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美式的牛油果蛋卷 非常简单 切点西红柿 然后切一些绿叶菜 我这个是意大利的香菜 那这个是一种意大利的奶酪 你也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奶酪 牛油果 我们用一半的牛油果 这个牛油果不错 好了 大概放两勺的橄榄油 我用的这个平秤呢 是非常平的 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平秤 把它给弄均匀了就好了 很简单 然后把西红柿 绿叶菜 这个绿叶菜可以是菠菜 可以是你喜欢的香菜 都可以 撒平了以后呢 再撒上这个粉状的奶酪 可以把它撒的均匀 看颜色多么漂亮 然后下面我们就把这个 拿一勺给它一点点放上去 放多少都可以 看你想吃多少 然后我们撒上胡椒 和盐 就好了 然后让它在火上低温 慢慢的把边上浇了以后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撒上一些 比如说松子 或者这个 其实芝麻也可以 好了 这基本上就成型了 这个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做一个豆渣饼 我自己做的豆浆 豆制品呢 豆浆呢 其实对女性非常好 我特别喜欢早上喝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那这些豆渣怎么办 豆渣呢 其实不能浪费了 因为很多营养都在豆渣里 那我呢 找了一道这个葛根粉 葛根粉是非常低碳的 没有多少碳水 然后用了这个 营养酵母 营养酵母是天然的维生素B 这个是芽麻子粉 这是我做烘焙用的 放两勺就可以了 然后放上盐 胡椒 放一些芝麻 你可以放白芝麻 或者黑芝麻都可以 然后打一个蛋 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是浅色的这种米黄色 再放一勺橄榄油 因为我要用这个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里就不用单独放油了 我在空气炸锅的上面呢 就垫了一个纸 这样它不会粘 我又带了手套 直接拿手这样 把它搓成像饼状一样 然后放在空气炸锅里头 把它按扁 这样容易烤熟 就这样 基本上 这一锅就做好了 把手套扔掉 在空气炸锅里头 大概380华氏度 就可以了 或者是350都可以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 取决于你的空气炸锅 没有空气炸锅 也可以在烙饼秤上做 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 就很松软 直接就可以接下来了 我们掰开 把它掰开 是金黄色的 但是又很软 吃起来很软 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呢 也可以吃 好了 那我们放到一个盘子里 加一些其他的配料 这个是羊奶的feta奶酪 这个非常健康 容易消化 这个是橄榄 也是健康的油脂 我们又有这个剩下的 加上核桃和牛油果 还有刚才剩下的西红柿 这两个干的无花果 好了 这一盘就做好了 这个豆渣饼呢 又软 然后呢 它很高的这个 豆制品里的蛋白质和纤维 我们加上健康油脂 点麻子 好吃 第三个呢 我要介绍 大家可以做一个椰奶布丁 我有一罐这个椰奶 用掉了一点吧 大家可以用整个一罐 把它搅均匀 因为里头有水 椰水和椰蓉 把它给搅均匀 然后在火上热 然后撒上两勺的 奇亚籽 就是Chai seeds 这个奇亚籽呢 纤维高 蛋白高 同时还有健康的 Omega 3的油脂 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和亚麻子一样 都是非常好的食材 所以把它和椰奶呢 煮在一起 这样呢 亚麻子呢 就会在里头膨胀 然后煮好以后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罐里 放在冰箱里保存 大概几个小时 凉了就可以了 可以把它拿出来呢 当甜点吃 也可以当早餐吃 我一般不会吃很多了 一般吃 因为这亚麻子很多 它会让你有很足的饱腹感 所以我一般放两勺 然后呢 再网上呢 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kiwi 比如说这奇异果 黄色的奇异果 奇异果的是比较低糖的水果 好了 我看着这个很好吃 我已经拍了很久 很长时间视频了 我先把它吃了 下一个我们讲讲酸奶 酸奶是非常好的早餐食材 那美国市场呢 有一种叫冰岛酸奶 它的蛋白质 17克这么一盒 非常高 糖呢 又非常的少 你还可以吃这个希腊酸奶 也是蛋白质比较高 糖比较少 发酵时间比较长 益生菌呢 也比较多 我也自己做酸奶 那么在这个奶 因为它这个是无糖酸奶嘛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甜味 比如说像这个奇异果 刚才提到奇异果 是低糖的水果 可以吃一些 然后它有很高的维生素C 可以帮助我们早上补充维生素C 那椰子的椰子浑身是宝啊 椰子的椰绒 这个椰丝呢 可以撒在这个上面 就好像一种甜点的感觉 而且它有健康的油脂 也有纤维 好了 刚才我给大家示范的 我喝的这个蛋白奶昔 就是这种蛋白粉 是美国市场一个非常好质量的 素食蛋白粉 然后呢 这个是我冻的有机草莓 加了一些意大利的香菜 或者加香菜 或者加菠菜 或者羽衣甘蓝都可以 这个是无糖的杏仁做的奶 它的糖很少 比牛奶要少很多 所以加入大概两杯 两个糖 奶昔就做好了 这个蛋白奶昔 蛋白质非常高 去炸锅烤了一些红薯块 狗狗很喜欢吃这个 这个呢 是我前几天拍的 我做的生酮蛋糕 其实是用这个杏仁粉做的 所以是非常低碳 基本上没有太多碳水 非常好的健康油脂 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没有 因为被我吃了 所以就没有放在 我们的前边的示范里面 我以前呢 也给大家拍过很多视频 讲一些生酮方面 就低碳的甜点 以及低碳的 比如说生酮面包 大家可以回看 我过去的视频 朋友们 大家不要忽略了 我们人体 对蛋白质 和这个油脂的需求 我们人体自身是不能产生蛋白质 和油脂的 好了 我要去吃早餐了 今天的节目呢 希望给你一些启发 可以如何降低碳水化合物 增加蛋白质 增加健康油脂 那么这样让你早上的早餐 或者说一天的第一餐 能够吃的营养均衡 健康 而且不生血糖 保持每天血糖的平衡 好了 下期节目再见吧 关注健康 关注猪猪健康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转发